很多人都觉得娱乐圈的明星们似乎不会跟体育界的人扯上多大的关系 但事实上在奥运会举办的过程中 很多娱乐圈的人们也能够凭借体育赛事的开展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 作为娱乐圈机位长相比较优异而且实力比较强大的女明星们 这些人们从出道以来一直保持着都是完美的形象 但如果把她们在出道以前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 就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接下来就让小编带着大家了解一下那些还未出道时女星们的照片吧 15年前的雅典奥运会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一届奥运会举办非常成功 还因为在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宣布北京将是下一届承办奥运会的国家 在当时的中国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自豪 作为下一届的东道主 中国也在雅典奥运会里的闭幕上进行了十长八分钟的表演 这段中国风的表演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表示唯美的意境让人十分享受 在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会上的表演除了一些可爱的萌娃以外 还有穿着旗袍拉二胡的唐烟 被一眼认出 那个时候唐烟在娱乐圈并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名气 当时她长相也非常青涩 可现在相比她的颜值确实非常低 可在人群中还是很亮眼 可能那一年的唐烟怎样也不会想到自己之后会在娱乐圈做出那么傲人的成绩吧 在表演过后还放出了一个时长两分钟的短片 虽然这个短片时长比较短 但是当时有人却认出了年纪非常小的关小彤 影片中的关小彤笑起来非常灿烂 扎着两个小辫子她看起来活力满满 虽然只有七岁 但是关小彤在当时已经是许多人都认识的一个小龙星 童星出道的她小时候就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甜美的笑容也一直都是自己身上的标签 关小彤真的变化很大 很多网友们在看到关小彤的照片时表示着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 七岁的时候就让人看到了她身上蕴含的无限可能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七岁的时候关小彤的皮肤就比较黄 不像同龄人那样白皙水嫩 也许这是关小彤身上一个最大的缺点吧 不过好在现在她已经完美的转型 成为了一个个子高长相漂亮的大美女 在娱乐圈也有了自己傲人的成绩 变化真大 奥运会的举办一直都备受瞩目 而能够在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出现也是一个人值得骄傲一生的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有爱国之心 只有认同的国家才会把自己和国家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这些娱乐圈的女明星们虽然是公众人物 但是她们也有着很高的爱国心切 这些滚烫的心情并不比普通人弱 我们也相信拥有了如此火热的中国心 她们也一定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变得更加优秀 更加成功 大家对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与小编分享哦